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是嘴屏最近在我們商店裡面發現的一款遊戲 這款遊戲不知道是不是已經出了很久 如果一直以來的評價好像都是 蠻少能發現的 但是是一款很好玩的遊戲 然後再來就是大家都覺得它的線路有點差喔 那嘴屏稍微提任一下 我覺得非常非常好玩 如果你們有玩過我們任天堂大亂鬥的話呢 你們應該會蠻喜歡這款遊戲的 而且這款遊戲其實我覺得 打動起來的話還是蠻爽的 因為我自己個人還是蠻喜歡這種 就是能夠秀操作或是打架的一些遊戲這樣子喔 那裡面的話遊戲風格是長這個樣子 那其實裡面的英雄的話呢 我覺得風格也算是還行啦 那主要來說就是一些那個 連技跟接招 然後要如何把別人打飛 那玩法的話就跟我們大亂鬥差不多的概念喔 就是你要把別人打飛到地底下呢 或是就是把別人給打死之類的喔 那我們就先來 給大家看一下一般的一些小小的小介紹 好 我們來玩一下這隻好了喔 它每隻角色的話都可以試用啦 所以都還算不錯 你可以先去體驗一下 然後到時候就是 有出現這些角色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買這樣子喔 然後一開始的話好像是可以有一個單打的東西 那我目前來說是不知道對面到底是電腦 還是是真的玩家 但是有時候它那個 因為我看上面的這個PIN值好像一直都蠻穩定的 所以我覺得有可能是 跟電腦打 但是有些電腦就還蠻厲害的或是怎麼樣喔 然後這遊戲基本上的話 它的一切的這個 操作的話就是 就是這個翅膀的這個就是跳 就跟我們大亂頭一樣是可以跳兩下 然後我們這個盾牌就是防禦 然後這遊戲比較特別的是 你的很多的招式的話就必須 如果你要抓這個人的話 你就是盾牌這個防禦按住 然後你要往右邊或是往左邊拉 那往右邊的話你就可以把他抓住這樣子 然後把他往左邊摔這樣子喔 所以這遊戲一切的話就是攻擊 你向上攻擊是這樣子 然後向前的話是蓄力斬 然後普通的話是這樣斬喔 然後它的那個左右啊 就是往右滑跟往左滑就是我們普通的這個上面 然後往上砍的話就是整個樣子 然後往下砍的話會有一些就是其他一些招式 然後技能的話就是這個星星 這個星星按一下的話就是普通的技能 然後就像我們大亂鬥一樣就是 你往左滑或是往上滑或是往下滑的話 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招式喔 那像我們這個往前滑的話呢 是這樣往前衝刺砍 然後往下滑的話是這樣子 然後往上滑的話就是一般的那種就是 你要在外面啊 然後你要跳回來的時候的話 你就是必須要就是你快死的時候 你是要按往上這樣然後過來抓這旁邊的 就跟我們這個大亂鬥一樣的這種概念 就是你要下去的時候呢 你就跳起來然後再往上滑 就可以上來這樣感覺 那比較特別就是 它不像是我們就是按什麼上B 或是上A的 它是直接滑這個技能的這個 就是攻擊這邊的這個手段喔 所以跟我們這個大亂鬥的這個玩法 還是有點落差的 但是它基本上的話 那個玩法是比較類似這種類型的 然後它們上面會有那個41%或是幾% 那個就是你要把它那個累積到 越高的話呢 你越容易把這個角色打飛這樣子喔 然後就是要這樣來就是 做一波操作啊 然後來幹嘛之類的 來做一波攻防戰這樣的一個遊戲 我覺得整體打鬥起來的話 雖然可能就是 因為線路目前來說真的看起來好像是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打的是不是電腦啦 但是遇到真正玩家的話 有可能線路會變得很爛或什麼之類 那就會比較可惜一點點 那我覺得這款遊戲的話 如果就是線路在做的好玩的話 那它整體來說算是一個 就是完成度還蠻高的一款 就是手機遊戲喔 我覺得還算OK 好 那我們就來去打一場的這個 正常的這個比賽給大家看一下喔 一開始的話就只有這個 男性主角啦 比較可惜一點點 好 那我們就來玩一下 一打一的這個模式喔 那我覺得這個連起來的話 基本上是還蠻快的啦 不知道到底是連一般的玩家還是連電腦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那如果連到玩家的話 基本上那個PIN值那些應該會影響到蠻重的 但是 我打起來的話好像是 沒有到就是差這麼多這樣子喔 好 那我們就來了 一對一雷台 如果你是喜歡玩格鬥遊戲 或是大亂鬥那種類型打架的話 真的一定要嘗試一下這款遊戲喔 好 那 我們男性主角其實要玩的話也不會說很難喔 你就是 直接衝過去然後直接給他一個腿踢 再給他一個腿踢 喔 這好像 你看看起來就很像玩家有沒有 對啊 這感覺就很像玩家 好 先給他連續踢 然後他飛出去之後他又回來對不對 然後馬上來個 衝刺 然後踢腿 踢腿之後然後再加 再接一個踢腿 喔唷 閃一下 其實我覺得線路好像還可以接受 踢腿 連續打 這要抓一下距離你知道嗎 好 這邊 快快 踢腿 然後看好喔 1 2 3 接一個我們的這個技能拳擊 喔 還算得來喔 哇 要求 連續打 用這個跳躍來閃避一下 技能 小心一點 反正我覺得他這個踢腿算還沒厲害了 1 2 3 我居然飛起來了 我原本是想要再接一個拳擊把他打飛的 再來 沒有接好 踢腿 然後他直接飛走了 因為他的質量太高了喔 反正這是男主角我覺得很厲害就是 你就一直 普通接技的話就是 踢腿 然後再接一個拳擊這樣就ok了 好 來喔 飛起來 然後往回踢腿 完了 他接到了 那我覺得這個應該有可能是玩家耶 技能 好 踢腿 接技能 完了 他居然閃開了 再一個 那他剛剛已經知道我的那個 我的做法了吧 他應該已經知道我的做法了 哎唷 完了 好 好 踢腿 哎完了 哇很難抓耶這個 技能 哎完了 啊 那邊好像可以放一個就是那個打陣之類的東西 然後在那個的樣子 踢腿 1 2 3 接 拜拜 哇他上來了耶 踢腿 1 2 3 接 哎沒有 踢腿 好 他這邊104%的應該快要差不多了 踢腿 再貼一個踢腿 技能 好 直接死 我們還有兩顆星星OK的 這感覺應該真的是玩家喔 還是 還是電腦真的這麼強 可是因為我現在的PIN值 都還滿穩的啊 但很多人說這款遊戲的PIN值網路很差啊 還是他要改善了 因為現在玩的人不知道多不多 但這款遊戲真的是 目前來說玩過 手機遊戲這種打鬥遊戲 還算是頂不錯的遊戲囉 這個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這是我們這個Fesh Party 踢腿 來 拳擊 完了完了完了 好換我 嘿嘿嘿 好來囉 踢 3 2 1 好 KO 接技 他應該飛不回來了 哇哟 喔 那麼牛皮的嗎 哇哟 完了 啊 3 2 1 技能 嘿 哈哈贏了 好不好我覺得這還不錯 而且他裡面的角色還滿多的 所以你可以就是這樣打 而且他裡面不只只有這個一打一的這個模式 他還有就是那個就是 團隊戰的模式好不好 然後他應該是全國啊 就是全世界都可以有一個 就是在一起對打了 因為這邊有台港號還有日本區域 還有就是我們這邊這個區域 所以他可以貼一個就是 跟自己就是最適合的區域來做一波打鬥 我覺得這款遊戲真的 還滿好玩的好不好 但是我是最近在就是逛商店的時候才看到這款遊戲 就是 當初的話好像應該是 沒有就是看到太多的這個廣告喔 所以就是 玩的人就是比較少 但是整體來說這款遊戲的話我覺得真的是 算是質量滿高的這種類型的遊戲耶 因為我以前確實是沒有發現到這款 但是這樣的話還算是還滿好的喔 就是如果對面真的是真玩家的話 這打鬥起來是真的滿爽的喔 之後的話這邊應該也是會 明天打個幾場來玩玩看 這種遊戲這邊就很喜歡啦 我其實比起就是 看一些資訊的 我最喜歡就是這種肉體記憶打鬥的遊戲 我也不會 我也就是比較厲害一點點這種遊戲 我是不是卡住了 好像太有了 好 踢腿 技能 踢 321 他都知道要怎麼閃了 然後我直接繞背 一個反身打 等他來 他這個接技很厲害喔 321 大亂鬥就是這樣玩啦 讓別人沒辦法就是回來 哈哈哈 哈哈哈 完了 被抓到了 踢腿 可以 有沒有就是這樣玩 你就盡量把別人就是接到一個爛掉就可以了 好 回升 誒 被我抓到了喔 他現在已經知道我的這個戰鬥模式了 所以他 他現在都 知道 沒有這樣玩 哈哈哈 我剛才發現他的這個技能是可以蓄力的耶 完了 他也沒事 誒幹 哈哈哈 誒誒 完了 這 這 這泥子有點強耶 完了完了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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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子真的有點強 完了 打回去 好 技能沒了 哇嗖 今天好油 走 完了 還有一摔我 好 抓到了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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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下飛很遠 哎完了 飛不回來了 哇哦 誒這個人厲害耶 他大概已經知道我的那個模式了 沒關係啊 被你看懂了也沒差 好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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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抓到 nice 完了 完了完了快走快走哈哈快走 哇靠 完了完了完了 要被接爛了 哎不是 哎不是這男的這個一技能到底有什麼 鳥用啊 哇踢到了 nice 哦好險哦 我要先趁這個階段趕快 趕快接他多一點 不然我就完了 好 nice 嘿嘿 哎 換邊 哇哇哇哇 他有時候就會看起來很像是電腦你知道嗎 但是又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 電腦還是怎麼樣 再來 哎呦 我被打飛了 好踢到 哎完了 但我還有一條血 完了完了完了 從邊 從邊 踢 3 2 1 打到 等他回來等他回來 踢 2 2 3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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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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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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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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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